宇航员大大的饮食清单上即将增添一道奇葩食物,人类的粗爬,研究发现,我们可以利用微生物从人类的爬爬中获取营养物质,并将其转化为食物来源,这一研究可能会为航线器上的食物供应提供中心模式。 现在,来自宾中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替代方案,他们在宇航员们自身产生的粪便上开始做文章,其实不光是甜甜,早前他们就盯上了宇航员的尿液,科学家将尿液经过过滤后变成了饮用水,但是分别的回收利用,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 因西巴尼亚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一种系统,可以将固体废物转化为食物,不仅可以食用,而且还富含营养,目前他们的研究竟展示分析人,其实,在自然界,什么都可以再利用,甚至所谓的排线物。 在我们的星球上,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和昆虫,把较大生物的排线物作为食物,同时它们自身也变成人家的食物。 这样的食物循环,周而复始,无缝衔接非常完美。 科学家们有意在太空中复制类似的模式,我想就算是肺炎,也不能驾驭这种食物吧。 你怎么看呢?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